發播一則最新消息 臺州市長盧秀燕連任成功 市府今天公布了新小內閣名單 原副市長陳子靜還有令胡榮達任滿 婉謝未留 新任副市長將分別由黃國榮 王玉銘來出任 王玉銘是前立法委員 今年也接受藍營的徵招 參選嘉義縣長 但是未能挑戰成功 市府強調 用人哲學 其中之一就是女性首賞增加 展現新任期 新氣象